没想到自己左脚刚踏出校园 右脚就走进了车间 当时虽然钱不太多 但是好在领导多 我现在上班嘛 图的不就是个素材嘛 现在虽然离开了那家公司 但是我今天真的很建议我的前领导 以后咱们车间也不用光搞笑招 可以在车间开个快聘 直播带岗 简单又高效 话说我都已经帮你想好了 家人们 赵小慧的工位已经空出来了 有没有想体验的家人 来点击1号链接321上岗 我在这里偷偷透露一下 我那个岗位工资能有五位数 铁铁们工资我已经给你们打上去了 哈喽哈喽 谢谢广志 大家好我是小慧 最近也是忙着在帮广志他们找工作 今天也非常开心来到这里 就是以前都是听说直播带货 没想到现在能直播带岗了 虽然这是小小的一步 但是能让不少家庭的和谐迈进一大步 就比如说我家吧 我妈就喜欢看直播花钱 我爸以前老说他 现在我爸可以看直播找工作 把这个钱再挣回来 以前我爸就是在工地上上班 绝对的就是个蓝领 蓝领找工作一般是这样 就是以前的工友在哪有活 他带上你 这个怎么说呢 就属于内推 我爸的工友现在都不带他了 人家现在开始带孙子了 我爸就很苦恼 他既没有孙子也没有工作 我说爸这样啊 咱上快手找工作 不用投简历 一键就可以报名 我爸还没反应呢 我妈特别兴奋 这么方便吗 然后又在直播间里下了几单 说到找工作呀 我经验也比较丰富了 我的第一份工作 毕业以后是校招找上的 当时就是也懵懵懂懂的嘛 然后你就投简历 然后没想到自己 左脚刚踏出校园 右脚就走进了车间 当时虽然钱不太多 但是好在领导多 我现在上班嘛 涂的不就是个素材嘛 现在虽然离开了那家公司 但是我今天真的很建议 我的前领导 以后咱们车间也 不用光搞笑招 可以在车间开个快聘 直播带岗 简单又高效 话说我都已经帮你想好了 家人们 赵小慧的工位已经空出来了 有没有想体验的家人 来点击一号链接321上岗 我在这里偷偷透露一下啊 我那个岗位 工资 能有五位数啊 铁铁们啊 工资我已经给你们打上去了 第二次找工作 我就开始网上投简历了 一般都是时辰大海 你想也是啊 就是HR看那么多简历 就好像现在短视频 看那些网红脸一样 每一份感觉都差不太多 大家写的都是什么 乐观好学 沟通能力强 我也不是没想到这一点啊 我为了突出自己沟通能力强 特意把这几个字加粗 还加了感叹号 但是还是没有面试 我就在想啊 我怀疑HR会这么想 就是沟通能力强 那不得跟我谈工资了 而且有面试也不一定是好事 比如我要出去面个室 先化妆嘛 准备一下 打车 去了那你还得吃饭吧 万一在一个比较热闹的地方 你还得顺便逛逛街是吧 工作没找着 钱搭进去不少 有的公司面试环节还特别多 一面 二面 三面 最后还有这个老板面 为什么有的人找工作的成本那么高 因为需要面面俱到嘛 这还是在同一个城市 就感觉还好一点 如果你找的城市是 其他的城市 怎么说呢 这个异地面比异地链还要痛苦 HR通知你 你巴山涉水的来了 觉得哎呀 大老远来都来了 这个岗位肯定非我莫属 结果你到了那一看 前面还有好几个人排队呢 异地面 哎呀 真的比异地链还要辛苦 最辛苦的就是 你在跟一个中央空调 双向奔赴 我投简历的时候 现在就发现一个事 就是有一些公司 那个岗位描述的不太清楚 也难怪嘛 现在很多岗位 它都是新兴的一些岗位 最近几年才产生的 我觉得HR都不是特别了解 自己的这些岗位 就比如我现在面试 这个公司的时候 我就对着HR一顿输出啊 我对这个岗位是怎么理解的啊 是怎么认识的啊 HR就一直在说 哦哦哦哦 它不是那种 哦 就是那种认可的哦 它是哦 就好像我来之前 它也不知道这个岗位是干嘛的 就我听说就现在找工作很难嘛 然后我表妹今年也是刚刚毕业 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最后还是失败了 跟我说不符合要求 说人家公司要求985 我说你不就是985吗 他说姐不是学校985 是工资985 我说那拉倒吧 你就跟他说886 他说我回了 人家说成交 现在就可以上快手看直播找工作嘛 就清晰很多 不管是工作内容还是收入都一清二楚 因为有的主播他都不是HR 他就是干这个事的人 比如我就听说有一个女外卖员 在北京送了几年餐之后 转型代岗主播 专门就给人家介绍一些起手的工作 你说人家介绍不比那些HR说的清楚对吧 你只需要做的就是来到他的城市 走过他来时的路 这你要是找一个大厂的HR 来给你介绍这个岗位 他可能会这么说 我们招聘的这个不是外卖员 这个岗位的suppose 是食物交割管理师 所以呢找工作 想一站式省心 就来咱们快聘直播间 上岗了帖帖 谢谢大家 我是小慧 大家好 我是小慧 大小慧是不是之前那个车间女工是吧 她现在也是 谢谢 还是很开心的 今天是这个1v1v1比赛 你们可能不太熟悉 我太熟悉了 去年我就是这么淘汰的 去年我因为准备了淘汰感言 观众就劝我 他们说你知道你为啥淘汰吗 因为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所以今年我就没有准备 这个福气我绝对留给别人 今天这个主题是没关系 我也有病 聊这个心理问题嘛 我现在心里最大的焦虑 都来源于别人的评价 你就比如说结婚 我说我不想结婚的时候 长辈就老说 你这孩子是不是有毛病啊 你想结婚的时候 网友又会跟你说 你不看新闻吗 你还敢结婚 你怕不是有那个大病吧 所以搞得我现在就很焦虑 而且前一段时间 我去给我好朋友的婚礼当伴娘 搞得我更焦虑了 因为我是第一次当伴娘 他就教我 他说伴娘很简单的 你就先堵门 不要让新郎跟伴郎进来 然后把我的鞋藏好 不要让他们找到 哎呀反正就是 不要让他们轻易地把我带走 我说你要是不想结就算了 我来干啥 是个替补吗 那你说去都去了 就给人好好干呗 刚开始就堵门嘛 然后我们几个伴娘 就用这个肩膀顶着这个门 我当时真的顶得可努力了 我就在想 是不是只要我够努力 我就能阻止这段婚姻呀 然后你顶着顶着 我就发现门峰有红包塞进来 你们知道吗 咱们那个习俗就是 伴郎把红包塞进来 然后伴娘拿了这个红包 就要开门了 他没有人跟我说呀 当时我看到红包的第一反应是 考验我 真的其他所有的伴娘 都去抢红包了 只有我还在那里堵门 我还给了妻娘 一个特别骄傲的眼神 说你看他们不行 只有我才是你最好的朋友 但是我堵着堵着 我就发现 我越努力 别的伴娘就越富有 最后这个力气实在顶不住了 外面的人就冲进来了 我就看着那群伴郎 那个胜利的嘴脸 我就好生气呀 我怎么这么蠢呀 就这个门明明就能反锁呀 当时有一个伴娘站出来 她说这样咱们搞点文明的 不要搞得太底俗 我呢准备了几个问题 如果你们都能回答上来 你们就可以把新娘带走 第一个问题就非常文明 她说如果你问李旦有没有房 她会怎么回答你 答案是旦说无方 你们知道吗 我当时脑子嗡嗡的一声 我就在想 不是不要低俗的吗 你说让你整得好好的一个婚礼 对吧 毁于一旦 而且那天就在那个喧闹的氛围中 我就突然啊想明白一个道理 为啥他们结婚 喜欢找未婚的人来当伴郎和伴娘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想刁难这个新郎 他们就是图个热闹做做样子 只有对婚姻一无所知 才能那么勇往直前 你们想一下换一群已经结过婚的人来 不用说堵门了 前一天晚上 伴娘就把门给你焊死了 那新郎跟伴郎啊 根本就不会上来敲门 可能站在小区楼下 围一圈开始抽烟了 想好了吗 这扇门一打开 你快乐的大门就永远关上 所以你要真的想刁难伴郎团啊 你就要找那种已经结过婚的人 来当你的伴郎和伴娘 也不太够 你要找那种已经离过婚的人 来当伴郎和伴娘 因为你们知道吗 前夫和前妻最擅长的 就是刁难对方 到时候伴郎来敲门 开门 你还知道来呀 你以为我想来呀 那你来干嘛 你说我来干嘛 我决定我结婚的时候就这么搞 一个红包都不用准备 他们就能给我热闹一整天 我那天想到这个事情的解决方案以后 我就非常的开心 我一点也不焦虑了 我赶紧给我朋友发消息 我说那个你准备两年啊 我结婚的时候呢 你也得来给我当伴娘 他说你不要太焦虑 你没有发现我决定结婚的时候 手里有个对象吗 所以现在呀 我不焦虑结婚了 我想找个对象 我以前就老觉得 谁呀也配不上我 现在我觉得也配不太上 但可以试一试 所以希望有志青年可以来跟我试一试 谢谢大家 我是赵晓慧 哈喽大家好 我是赵晓慧 三位老师好 我原来也是个car engineer 我不爱穿连体裤 就上一期节目 为了让观众记住我 就给自己贴了一个车间女工的标签 然后还穿了好多连体裤 最后大家成功地记住了连体裤 就很羡慕其他那些演员 就总能接到一些时尚杂志的采访 拍大片 谈人生 都不用聊什么喜剧的边界啦 喜剧的内核啦 你们干啥啦 喜剧从里到外 就你们说了算了 然后我也接了一个采访 中国工人杂志 但是有个采访真的很不错啦 我很知足 我就跟那个记者说 我说 我对喜剧的理解比较浅薄 那我就简单剖析一下 喜剧的内核吧 记者当时就打断我了 说不好意思啊 我主要是想和你探讨一下 当前汽车行业遭遇寒冬 你觉得传统制造业 采取哪些措施 才能扭转下滑 趋势呢 我说 我说这刚好是要 我聊的下一个话题 喜剧的边界在哪里 就在和传统制造业 联动的过程里 然后去年也有机会 就是去录一个 卫视的春晚 然后那个节目组 对其他人的要求 都是唱一个热闹的歌 跳一个快乐的舞 对我的要求就是 穿一身喜庆的连体裤 喜剧的内核是啥 我不知道 我感觉我的内核 就是一条连体裤 然后去录那种 大型的晚会 特别紧张 因为下面做了 好几百号大爷大妈 我就讲了一个 我之前提到的内容 我就说 我妈第一次看我的视频 其实是在她 打太极的群里 当时有一个老头发 我觉得这小姑娘 挺幽默的 她说她妈跳舞 跳死好几个老头了 我以为气氛 能够轻松一点 没想到 大爷们的脸色 突然就变了 他们都没想到 大过年的 带个红微博 穿个新衣服 带着老伴来看春晚 一上来 老头没了 我就想 那我赶紧讲下一个段子吧 但是太紧张 忘词了 我就想看一眼提词器 没想到这个镜头啊 在这里 提词器啊 在这里 我要想看到提词器 我的目光 要扫过所有的观众 也就是 所有的老头 大爷们应该不知道 我是上一个 我是忘词了 看提词器 在他们的理解里 我应该是上一个表演 还没有结束 她妈跳舞 跳死好几个老头了 然后那年过年 我爸妈也是用这段录像 迎接我回家的 对我的表现非常不满意 因为我一进门 他说的不是回来了 我爸说的是 你这偷口秀不好笑啊 因为他没有想到 我短短两分半 不好笑的表演里 还有一个植入广告 更生气了 一拍筷子 侮辱医术 上一节目参加完了以后 总有人以为我辞职了 就在大家的想象里 就李丹会穿着一个风衣 从一个保姆车上下来 后面跟了十几个保镖 每个人都拎了一箱献金 就像咔咔咔 甩在我领导桌子前面 放人 我们效果连体裤 怎么能干这种 卑贱的工作 就算真的发生了啊 我都不用露面 我爸直接是冲上去了 闭嘴 拿走你的臭钱 侮辱医术 不过我领导 现在对我的态度 确实有变化 变好了很多 以前工作做错了 直接就批评我 这都不行 大学白读了 现在还会主动安慰我 没关系 你不一样了 你是明星了 明星嘛 都没什么文化的 那我今天 为什么还要穿连体裤呢 我是这么想的 这个突围赛 我要是晋级了 我就再也不穿连体裤了 什么人设呀 我也不要了 就真的突破自己的东西 万一啊 我没进 我也是想给 有意向合作的甲方 一个态度 就是连体裤吧 可以穿 非常合身 谢谢大家 我是赵慧 大家好 我是赵慧 那投影秀 去年是火了 你们能想象到吗 就连我这种 去年 都能和邓伦同胎 冷静一点 我刚开始觉得 没有什么的 不过就是一个男明星嘛 对吧 我呢 只要做好我的工作 那天 客串一个主持 问他几个问题 讲几个段子 我一定要让他 见识见识 幽默女孩的魅力 然后我没想到啊 他太帅了 他一上台 我就意识到完了 在美貌面前 幽默一文不值 而且我这个人 很有礼貌 你问他问题 他会看着你的眼睛 回答你 我当时就觉得 我 他对我是认真的 那天是个直播啊 我妈也看了 连我妈都看出来 邓伦看上我了 开心坏了 就把那个视频 转发给我爸 那个视频的封面呢 就是我跟邓伦的 一个合影 我爸根本就 没有点开 因为他直接 秒回了一句 女儿喜欢就好 我没有什么意见 爸爸 我也没什么意见 但人家粉丝 有意见呀 当时就发消息给我 说 啊 什么垃圾主持人 普通话都说不好的 丑八怪 还敢给哥哥 递话筒 收给你打断 其实我自己也追星啊 所以我很能理解 他们那种心情 但我还是有一点难过 回去广州以后 就跟我同事抱怨 我说 哎呀 他们说我是个 普通话都说不好的 丑八怪 我同事气坏了 他说 蛤 雷普通话还不好啊 你们发现了吗 我今年非常放松 都已经敢开始 议论男明星了 那帮人还想着挑战我呢 天真 他们都不知道啊 我今年呀 在我那个 汽车公司的 市场部工作 工作内容非常简单 就是当甲方 手上的项目 这项目呢也不多 最近在谈的 就是透球大会的赞助 早讲啊 姐姐我的心 顺利的话啊 我打算在那儿 挂我们公司的logo 好 原来在那儿 给我自己加个座 对吧 好 好 好 还打算挑战我 哎呀 赶紧想想怎么在段子里 给我加广告吧 我这个甲方的要求很低的 可以硬广 但一定要硬的自然 可以吐槽我 但是要明扁暗保 哎 到时候就站一排 哎 给我讲一遍 我就看着 我就不笑 我都想要怎么点评他们了 嗯 哎 就是这仨词 学会你就可以当甲方 这三个词 可你让你什么都不懂 就否定乙方的全部 对吧 而且我以前就觉得甲方 好像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当了甲方以后想通了 就是想要恶心你 我觉得我还参加什么突围 我觉得那个座应该是给我留的吧 应该直接保送的吧 我都这样了 哎呀 但是我怕李丹劝我 说 小慧老师 还得麻烦你来走个过场 要不我们这个黑幕不好安排 我说行 那我开个车上来讲五分钟广告 差不多了吧 哎 他说你不讲段子 我怎么拍灯呀 我说小李呀 不拍灯没关系呀 我就撤资呗 话说成这样我一定要赞助了 你知道我每天给我领导发消息 我说赞助的事不能再拖了 再拖我这总冠军都要给你拖黄了 他说不至于吧 咱们谈个赞助 又不是谈收购 再等等 我说等啥呀 你等我淘汰了去保送你喜欢的王建国吗 让他带着我谈的赞助 站在我出资的舞台上 拿着属于我的内定冠军 完了还要在工作群里at我 请大家积极转发建国夺冠时刻 啥呀 我觉得我等不起了 就这几年我对公司可以说是兢兢业业 公司对我真就像白嫖 把我掉到什么市场部 一开会就问我有什么意见 我说我没有什么意见 领导说对 你有意见也不跟我们说 你都上外面说去 领导我建议你不要挑衅一个信任你的女人 现在我跟你说我有啥意见 我觉得买车就要买绿原液冷电动车 续航百公里品质保六年 反正话我都放出去了 你要是不想当赞助商 我就加入赞助商 绿原电动车 你等着收我的简历吧 谢谢大家小慧 大家好 又是我 这一轮没什么主题 想跟大家聊一聊我 就是上了节目以后的一些生活 就我第一次来参加节目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跟领导请假 我跟他说我去录一个节目 他跟我说相亲节目吗 那你可以抓紧机会啊 我说不是那个脱口秀 说脱口秀的 我领导说我懂 超级演说家嘛 就讲一些自己的故事 就是你们这个可能好笑一点 我说那倒也不一定 我感觉这个节目啊 就是也不是特别知名的节目吧 但是我周围的朋友 也没见过什么世面 他们就感觉我已经是娱乐圈的人 就我那期节目播完以后吧 第二天 刚好我们公司领导开会 中途打电话喊我过去 我刚一集会一试 我就觉得气氛特别不对 几十个领导 坐得板板正正 围观学习我那段视频 我就看这帮领导啊 有的看两眼啊 在本子上写点什么 不知道是不是抄我的段子 有的领导和两个人交头结尔啊 讨论一下 最尴尬的是我站在他们后面 看他们看我的视频 五分钟没有人笑 我真的很想走到前面 按一个暂停 我说王总 李总 这里我觉得可能是个笑点吧 大家记一下 哈哈哈 要是没体会到呢 我再给你们重播一遍 然后播出以后的第三天 我们食堂就开始放这段视频 我们一个食堂有五十多个电视 我们有四个食堂 我就像食堂的马赛克一样 我同事都说 都没看过这么下饭的综艺 播的第一天我同事还给我发微信呢 哎呀你在咱们食堂火了 然后第二天给我发微信 哎呀我们还得看你几天呢 这食堂播了两天 那个小卖部的收银员都认识我了 我那天去买雪糕的时候 还跟我说 啊你你你你你 你是不是就是电视上的那个 哎这个雪糕我请你了 我说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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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就听人家说了 娱乐圈诱惑太多了 我说我得把持住我自己 但人真的是很奇怪 就是那个食堂每天放我那个视频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尴尬 我吃饭都不敢抬头 但是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不放我的视频了 我的第一个想法居然是 完了我过气了 前两天还有一个领导来找我 说让我帮他的领导写一篇稿子 要求就是夸夸公司 夸夸领导夸夸我们这个活动 当然啦要好笑 我说领导这个我可能有点写不出来 领导说哎你压力不要太大 这个东西我们还会帮你改的 我们改完就好笑了 领导这就是我帮你写的段子 你要是觉得不好笑 就自己改一改吧 最近我工作最大的变化就是 我换岗位了 我再也不是那个车间女工了 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完了 人设崩了 还没红人设就崩了 晴天霹雳 然后节目播完以后 就会有人来关注我的微博 其实节目组刚通知我说 要公布我微博的时候 吓了我一跳 我说你等一会儿 我先删一删我那些骂人的微博 我删了三天 我把那些骂公司 骂领导的微博清理了一下 清理完了以后 发现我的微博也清理干净 节目播完以后乍一看 感觉我自己好像长得挺多粉丝的 其实有一万吧 是我妈花钱买的 真的 当时节目播完以后我妈问我 怎么人家粉丝那么多 你粉丝这么少啊 我说妈这你跟谁比呢 就算你买粉丝 涨的粉速度也没有这么快啊 这句话可能启发了他 我也不知道他从哪找的这个渠道 真的给我买了一万粉 我当时真的不相信 直到我看到他跟老板的聊天记录 他跟老板说 这个微博买一万粉 最贵的套餐 这是我女儿 那个老板刚开始以为 这只是一个有钱的亲妈粉 但是他没想到 这真的是我亲妈 那个老板都被我妈的母爱感动了 说大姐你放心 我再送他两千 其实我最后想感谢一下 广州深圳的一些演员 他们知道我要来参加半决赛了 昨天晚上决定 晚上11点钟 决定在酒吧 给我组织一次改稿会 昨天晚上他们喝的一滩烂泥 我一个人改稿改到凌晨三点 一整晚啊 他们给我唯一有用的建议是 就这样吧 那就这样吧 谢谢大家 我是小慧